其實無論是高鐵或是沙中線 市民都很關注 但是在討論高鐵的頭兩個項目的時候 居然陳凡局長不在 我覺得是說有其他的事務 我就不理解有什麼重要得過高鐵的工程等等的資料 而大家都看到今天的座位表和昨晚如果大家看回網上的資料 本來陳凡局長是三個項目都不會出席的 但是終於出席了第三個沙中線的都是應該的 但是作為交通事務委員會的成員 和鐵路士儀小組的成員 其實我們公民黨的幾位的議員 在三月的時候就已經聯名去了交通事務委員會 要求高鐵項目在未來的每一次的會議 作為一個恆常的議程 是要討論當中的那個進展情況 可以令到市民和議員可以了解當中的過程 以及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或簽了什麼約 因為其實過往一段日子 所有高鐵相關的事宜 這個局長就選擇要是在電台說 要是就隨便用新聞稿答完就算 但是一直都沒有處理 今天我終於聽到 居然就有建制派的議員都支持了 就包括在這個民建聯的主席李慧琼 和姚思榮議員都支持 是希望可以做回一個恆常的匯報 這個鐵路士儀小組 這個暑假之前就這次是最後一次會議了 但是事務委員會呢 我們希望在通車之後的初期 都要繼續將這個高鐵擺成一個恆常的項目 這個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希望政府就要積極考慮 不要以後發生了事 或者不適時地匯報 當然今天也發現了 其實大家應該留意說 這個沙中線和高鐵項目 有一個特質的 就是他們用的合約方式 是有別於以往其他鐵路的建造方法的 因為這個合約方式 其實是政府出資 委任港鐵 港鐵只是一個我們叫agent 就是一個代理人的角色 當然他要做設計 要去做建造 要去做試營運 試通車等等 但是這個更加就反映了 如果是我們的特區政府 當港鐵是用公帑去建造的話 政府是更加有一個重要的責任 是去監察港鐵是怎樣用公帑 以及怎樣去做這個工程的 但是很可惜 我們看到這兩個項目當中出現了連番的失誤 似乎政府和港鐵是沒有一個合適的通報機制的 是只是繼續依賴港鐵去決定 一、就是看看有沒有人命傷亡 這樣就決定是否要通報了 二、就會不會引起傳媒的關注 這樣就去通報了 如果港鐵的判斷是不會的 那就不用通報給政府 政府在今次看到沙中線的事件 似乎可以說是後知後覺 你可以說我監察機制出了事 但同一個時候的通報機制 根本是完全沒有機制可言 這個是令到議員們都是嘩然的 所以我在這裡就希望政府 雖然這個高鐵可能已經去到尾聲 但是試車時候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沙中線更加有機會 是要延後到2021年 更加出現嚴重超資的狀況 所以設立一個通報機制是更加適切 以及更加重要的 而另外就講關於這個 我今天或者是由我第一日出的新聞稿 都已經講到的了 是要求政府成立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 這個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因為其實現在我手上 就是拿著港深港高鐵香港段的獨立專家小組 而這個報告其實是在高鐵2014年12月出的 而這個專家小組就是2014年5月的時候成立 由法官領導 接著再加兩個專家的 那當時這個專家小組的主要的特色 為什麼我說是基本的要求呢 就是它是沒有一個公開聆訊的情況的 即是說沒有官員或者相關的部門公司等等去作證 主要就是去驗測一些報告 包括當時高鐵的刑辦商 即是負責工程的港鐵交的兩份報告 所以主要都是看一些書面的資料 而去作出判斷 但是中間也都有一些不少的 我們英文叫findings 發現了不少的狀況 甚至是不理想的地方也都有建議的 其實當中甚至是去到說 雖然證據不能夠顯示有誤導的成份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基本的要求 當然如果更深的一層 就可以考慮就是一個好像沿水事件 這樣的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但是現在初步我們很希望 政府希望第一件事 要考慮要很嚴謹 嚴肅地去考慮這件事 而且以往也是試過在工程未完之前 又是出現嚴重超支和延誤的情況之下 都是有這個專家小組的成立 而去交報告的 這個相對上時間比較短 也都是工作量未必有其他那些那麼重 但是我們都希望政府要嚴肅地考慮這個建議 而在適當的時候 更加是應該去 是不是考慮要去找這個執法部門 去看看有沒有一個串謀詐騙的情況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還有短樁事件的時候 其實這次是一個短樁的打橫板 而我們見到這次踢爆的事件 其實和今年三月出現的問題 其實是有性質相同的狀況的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全盤考慮 看看是否有一個串謀詐騙的成份 我們更加不希望做工程 原來是有一個心存僥倖的心態 就是駁一駁發現不到就沒有問題了 其實這個是不可能也是不應該的 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嚴肅處理相關的狀況的 有一個問題 不同的合法。 政府支付了整理工程, 包括整理工程和整理工程, 而NTRC協助理工程和整理工程, 包括整理工程, 整理工程和整理工程, 包括整理工程, 包括整理工程和整理工程。 NTRC協助理工程和整理工程, 但是在同時, 政府必須保持整理工程, 整理工程和整理工程, 因此,所有的金額是公司。 政府必須保持整理工程。 第二,在今天,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 很多人都很驚訝, by no reporting system between MTRC and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can solely base on the judgment of MTRC in order to receive all these reports of incidents. The only idea that we understand is if the incidents related to casualties or injuries or would raise or arouse public interest, 法定人數不足 MTR see a very clear protocol or guideline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whole reporting system and of course to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as well as the governance of the whole project You also said after the will be operated there should be regular meetings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In March the legislators of the civic party actually sent a letter to the chairman of the transport panel requesting the express rail to be a regular item on the agenda so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report the progress of the express rail regularly I think this is a fair and this is a proper way to handle a very important project for all Hong Kong people However there is no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government nor MTRC But at least today two legislators from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Including the chairlady of DAB as well as Mr Yu Si Wing mentioned that they also want a regular re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progress of the express rail So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do so because I think we have only got two meetings left before the simplification But I urge the government at least to keep this item as a regular item on the agenda until the commencement of operation of express rail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